我是蒂哥,一名生存探险家 昨天我们欧心立血 费尽心思打造了一座黄金供典 没错,就是我身后的狮子座黄金圣殿 对了,经过一夜的磨练 我们终于召唤了黄金狮子座圣斗士 打破了狮子座的封印 今天我们就来瞧一瞧狮子座的真正威力 我被启示捧好人 让你们瞧瞧狮子座座黄金圣殿 正好清理一下门前的这些事 OK,热身完毕 继续出发寻找生物诗 好棒呀 怎么样,有没有一丛如来神掌从天而降的感觉 历经了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在一处神圣的大树旁 发现了一个白银圣斗士的踪迹 从这个地方穿过层层的迷雾 咱们就能近身看到 那位躲在树下的白银圣斗士的真正面目了 诶,就是他 跑这架势 勾跟鞋,紧身裤 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职业法师刘铁珠吗 哎呦喂,你还别说 这身形头但是看起来非常漂亮 原来是先后作武圣斗士 诶,你还别说 果然是魔法圣斗士 看这纤细的身材 苗条的身段 帅气的斗篷 诶,真的不输我的天威性啊 来,看看他的功夫如何 测试一下他的魔法技能 小女子在此 想尝尝我的魔法吗 哥哥 哎,不想不想 我可不想 我可不想回去 让弟嫂发现 然后归搓一半啊 弟哥 搓一半舒服 还是榴莲舒服 那还要说嘛 那当然是搓一半 诶,你小子套我话 你这个小姑娘 真不低呢 不过 他的大招技能倒是蛮帅气的 像是龟派气功的 继承人 左边是我的狮子座 黄金圣斗士 小伙伴们 你们要是狮子座的 可以好好地摩拜一下 在你们面前的 这个本命 黄金圣斗士 而右边这位 长得貌美如花的 具有魔法能力的 就是咱们今天发现了 先后座 白银圣斗士 不过今天有点可惜 只是在这个大树下 发现了白银圣斗士 却没有发现 什么boss怪物 不然 我一定要带领 先后座的 魔法女圣斗士 在水丁岛 好好地展露下手情 兄弟们 你们都是 哪个星座的呢 都可以告诉老弟 没准 明天 我就能找到 你们心愿的 黄金圣斗士的